我们的十个手指是生活中常用到的器官,如果没有手指那将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所以我们要爱护它。 手指发麻也会预示着疾病的发生,当你的手指经常发麻的时候你就要高度注意自己的身体啦。 手指的感觉神经是由颈断脊髓分出神经根,在颈叶部组成臂从神经,在纷扰神经,正中神经,齿神经等通过上臂和前臂,成为未烧神经分布到手和手指。 当这些部位的神经发生损伤、炎症、肿瘤、受压等,引起感觉异常时就会出现手指麻痛。 第一种颈椎病由于颈椎的一系列病例变化,即神经根很可能受到压迫、迁拉和刺激,导致手指发麻、肿胀。 第二种短暂性缺血发作因为血液黏稠度增高,晚上睡觉时血流相对缓慢,这些因素就会导致一次性脑缺血而引起的手指单侧发麻。 第三种中风中风患者常常会出现头痛、头晕、肢体麻木、舌头肿胀等情况。 手指发麻也是症状之一。 第四种糖尿病糖尿病会引起多种并发症,如果周围神经病变,就会出现四肢发麻等感觉。 第五种类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发麻是早期的症状之一,严重的会关节疼痛。 第六种腕管综合症主要是腕部受伤、骨折、脱胃、扭伤或腕部劳累过度引起腕横韧怨带增厚。 手指麻木无力是其症状之一。 第七种手机肘主要是因为平时用手机接听电话或者用弯着手臂枕着睡造成的压迫神经线,导致手指发麻无力。 第八种墨烧神经炎手指墨烧神经由于中毒、感染、维生素B缺乏、手指供血障碍等原因,引起炎症反应,都可产生手指麻痛。 第九种慢性酒精中毒对于一些经常喝酒的来说,手指发麻疾有可能是酒精慢性中毒。 第十种心血管堵塞因为血液不流通,可能会导致手指发麻。 手指发麻的治疗手指麻木不能对症治疗,而是要对病因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手指麻木,都应该首先到医院神经内科进行检查,判断神经有无损害,受过何种刺激。 若是神经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做机电图检查,进一步确认神经受损程度、范围、性质等如果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手指麻木,则再转到其他相关科室治疗。 神经损伤引起的手指麻木,要根据神经损伤的程度、范围、性质来选择是采用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药物治疗通常配合针灸、理疗同时进行,促使其快速恢复手术治疗则是通过手术引开受压迫神经以达到解除神经受压迫,刺激的目的。 病情治疗程度,主要取决于神经病变原因和性质如果是周围神经、除脑、脊髓以外的神经、损伤,一般恢复的时间比较长。 手指发麻的危害手指麻木是肢体运动神经受损的一种独立性疾病,大多是由于中风偏瘫、糖尿病、神经炎以及颈椎病、腰椎病等引起,运动神经纤维周边的维系血管被堵塞,压迫运动签,致使运动神经纤维严重受损,神经的传导能力和传导速度下降,出现手脚麻铃。 严重者可发展为肢体瘫痪、肌肉萎缩等惨痛症状。 手指发麻的日常护理只要适当锻炼颈部和上肢活动,就会逐渐使手指麻痛减轻。 锻炼要循序渐进,先轻轻地做,再逐渐加强,并一定要坚持做,但要防止过度或突然太强的动作。 此外,可继续针灸、理疗、浮维生素地下一楼等,必要时可行颈椎牵引等治疗,但需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 如果是中老年出现拇指持久性麻木,如局部受压过久,感冒之后,有的如同针刺,有的则感到沉重或知觉减退,一般来说不久即会自行消失。 如果麻木持续过久或症状逐渐加重,去医院就诊时则可见外表正常,检查也没有特殊发现,往往被诊断为神经炎或末梢神经炎等,给一些B族维生素口服或注射。 虽然部分可以好转,但是有一部分则毫无改善,特别是到了中老年之后更是这样,这是因为中老年者出现一侧大拇指麻木感觉,往往是脑中风的不祥预兆,遇到这种情况时,不可麻痹大意,因到医院查血压、血汁、血糖与眼底,最好还去请医生详细做一次检查以防患于未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